大家好 我们是爱家小伙伴 爱家目前收场了5000多只狗狗和300多只猫咪 今天呢 此时此刻有一份养宠的劝退指南分享给大家 劝退指南1 如果你的毛孩子只是一个笨小孩 你还会选择他们吗 有多少人是因为看到网络猛虫的视频 对可爱的猫猫狗狗的表情包戳中 而产生了想要养猫狗的想法 觉得每一个小动物都是治愈人类的天使 狗狗又有人类小孩的智商甚至更甚 而猫猫随时都是可爱 蒙人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并不是每一个小可爱都可以媲美网络猛虫可爱的样子 也不是每一个小家伙刚到家就会各种技能 能帮你取快递 能帮你提菜 他们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笨小孩 不会长得很漂亮 也不会太聪明 甚至刚到家的那天晚上不停地狂叫 会随地大小便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还会选择他们吗 劝退指南2 你真的拥有足够的时间来陪伴他们吗 或许有人养宠物是想在孤寂无聊的日子里多一份陪伴 但是可曾想过他们也是需要陪伴的 猫咪尚不需要外出溜弯 但对于狗狗来说 每天至少早晚两次遛狗 意味着你可能需要早起牺牺牲你的休息时间 他们需要充足的户外运动 消耗自身的精力 意味着周末你可能要推掉跟朋友的约会 带毛孩子散步奔跑 每一日的喂食意味着如果你彻夜不归 或者要出远门的话 你就需要提前把他们安顿好 而当宠物渐渐老去 年迈的他们是更需要加倍地关心和爱护 高龄的狗狗可能面临着行动不便 大小便失禁等问题 而你是否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他们 他们也许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而你是他们的全部 不要让等你回家成为他们一生中做过最长的事情 劝腿指南三 你真的有足够的预算为他们花费吗 这一笔钱不单单指最初购买他们花的钱 不仅是猫粮 狗粮 猫砂 狗厕所 或者是零食这些开销 而他们每年的育苗 蛆虫 绝育 生病所需要的开销 不绝育的情况下 你是否真的做好了养育这么多小狗狗的准备 还是面对意外怀孕生子的毛孩子 只会选择丢弃和逃避 每年我们救助过太多因为自身身体伤残 而被遗弃的猫猫狗狗 其中品种狗 猫也不计其数 一只猫狗生病 受伤所需要的钱 可能是原本买来的价格的好几倍 但面对这些时 你是否还能坚持陪在他们身边 度过最难的一程 圈腿指南四 你真的能够忍受得了养了宠物后的家吗 很多人以为养了宠物后 家里多了一份生机和陪伴 多了一份可爱与朝气 但我想说的是不仅如此 你还需要面与养虫最常见的问题 钓毛 家里很多猫狗的气味随处飘散的毛发 甚至吃饭和路过的时候 碗里都会有他们的毛 这些你真的可以忍受吗 你真的能够坚持最开始的决定 不抛弃不放弃吗 劝腿指南五 你真的可以给他们稳定的生活吗 人到了新环境 都需要逐渐去适应 何况是动物呢 到了新环境当中 毛孩子需要重新面对 吃喝拉撒各种问题 而嚎叫撒尿 飙印记 更是在更换环境时 最常出现的问题 频繁更换环境 更是无法给毛孩子 带来足够的安全感 而搬家 因工作原因 长期要寄养毛孩子 或者是工作性质改变 等等不确定因素 你真的考虑好了吗 劝腿指南六 你真的可以永远坚定选择他们吗 当你的另一半 当家中其他成员提出异议 当你的人生有了新的进程 进一步面临结婚生子的时候 当你的精力和时间都不再充足 慢慢老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又会如何看待这个小家伙呢 你选择他们的契机 可能是孩子享养 或者是情侣间赠送的礼物 当你心血来潮 一时热血的时候 冷静下来想一想 你们真的能够负责好 他的一辈子吗 他们不是玩具 不是可以随意丢弃 转手送人的物品 他们是拥有感情认知的生命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希望不要把它放在 二选一当中 这从来不是一道选择题 而是最开始选择 动物的一道判断题 并且每个猫狗之间 都有很大的差异 就如同世界上没有 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 世界上有粘人的小猫咪 那就一定会有独处 警惕性强的小猫咪 如果猫猫狗狗 都是长着小翅膀的天使 但它们同时 可能也是长着小脚的恶魔 它们可能会把你家 弄得一团糟 可能会破坏你真爱的鞋子 抓坏你昂贵的沙发 它们可能很早就把你吵醒 也可能到傍晚还在嚎叫 可能也会调皮捣蛋 不听招呼 把自己弄得一身是你 有一胶就会 满是技能聪明小狗 就会有无论怎么说叫 都屡叫不改的狗狗 这是它们的性格和本性 我们是很难改变它们的 当然讲了那么多所谓的 有那么唯一一条 不劝退的便是 它们是最简单的生物 只要我们给予时间与爱 它们就会反馈给我们更多 你要相信 它们会一直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并且很爱很爱 我们的目的呢 也并非是想真的拳腿 只是希望所有羊宠物的人 在无限接近于羊宠物的真相之后 还能义无反顾地 保持了最初那份羊宠物的坚定 多一个小家伙 不被遗弃抛弃 那距离我们的目标 便更近了一步 最后 你可能有一个问题 怎么样才算真正的羊宠物了 回答便是 如果你把宠物看作家人 那么恭喜你 你可以养宠物了 无论什么鲸鱼 都不会抛弃家人的 对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